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依然都是問答的時間 三名嘉賓是我們的事務總監 亦都是我們亞泰區的首席分析師 郭Sir 郭獅智 郭Sir 你好 你好 見到現時大市繼續向上升不超過百分之一 最新做21946點 期指升276點 最新報21957點 高水8點 成交量方面有55000多張 大市成交截止差不多3點半 有625億 國企指數升23點 最新報9922點 看看嘉寧觀眾有甚麼問題可以問 Eddy Look 請電郵來 想問一下郭Sir 2880的股份 大連港 嘉寧觀眾想上網看看有甚麼空間 他就說之前4元有貨 現在不知怎算好 同樣地都過了理性日子洩位 4元有貨現在做2.59 升超過百分之一 大連港 嘉寧觀眾高位賣了 現在可以怎樣做 其實4元買 三個多人錢沒有做一些風險管理 損失一定是遠超你預期的 最低那天跌穿2元 不過是早前的 近期一直都是橫行整顧 現在這一分鐘有少少逐步向上行的格局 由於股價升勢比較緩步 所以你是感覺不到的 但看圖已經知道了 近期來說 就相繼回到10天20天 而且你現在碰到50天線 如果4元買的是很早前的了 一直都是沒甚麼理會的話 其實比較可惜的 因為這一刻跌穿了50天平均移動線是4元的 大家看到一支陰燭 兩支 三支 四支 一跌穿 你在這裡不做止蝕 不做減榜 以後老實說 只有一個捱字 但來到這一刻 由於整個技術形態已經斷定了 而且有少少是回穩的勢頭 第一我不會建議你止蝕 亦都沒甚麼好做 這個老實說 游泳嗎 現在的價太低 亦都不是你要游泳的一個理性水平 唯有等一等 初步的阻力暫時來說 應該大概是3元1左右的水平 如果過得到3元1 應該有一陣走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再說 整個市場氣氛比較淡薄 而且成交亦比較少 我擔心走勢 都是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 你看這裡 股價一直斷定 之後曾經由2.4升到3.1 但成交少 沒有動力 最後又不是跌到2元左右的水平 無論如何 兩個多人的價錢 不應該是止蝕 能夠搜的 一定是搜下去 至於好不要加注 視乎你自己的資金狀況是怎樣 如果資金許可的話 你輕輕再賣一點 我沒有意見 大連港是一個深水港 天然的條件相當好 一些重型的油輪 或者其他的貨輪 都可以埋到港 這是得天獨厚的 本身的基本因素也是偏強 如果你是 屬於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現在更加持貨等候 如果資金許可的話 我當你上面有一萬股 你現在最低限度 就找位買回5000股 千萬不要想著 4元買的話 4元多買就好用 來到現在2個零錢 又想便宜2格 又想便宜3格 沒有意思 股價已經跌了這麼多 便宜3格2格和貴3格2格 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一個中線的吸納 你有沒有 便宜價貨 是在低位拿到手 如果 經常只有體字 到最後都下不了手 就算股價上去3.5元 你仍然要輸少 不過問題是輸少很多 考慮一下 謝謝郭Sir 等待家庭觀眾打電話你的同事 這時跟郭Sir跟進一下 A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看到三大的指數 今天來講都經驗停定 上證方面 今天收接近1% 今天升29點 收報在3185點 深淨城市升61點 收報在10238點 戶心300指數 勝負30點 收報3339點 A股方面 最近來說都比較悶悶一點 在3100點左右 上下去到動動 炒的消息面 都在說集合平房味 市場都最主要是 金融穩定 網絡安全 又或者高鐵合作 等等的議題 其實在接下來 A股方面 會不會出現炒股不炒市的現象 板塊波動性會較大 郭Sir 整個技術上的走勢 是斷定了 不是說A股 連升三天斷定了 事實上大家看看 由5178點的下跌 這是6月12日的高位 去到8月26日的低位 2851點 其實整個跌浪已經跌了 差不多45%了 沒錯 早前衝高是投機的 而且是不理性的 加上場外的孖展 其實來講 混雜了好一點 好很多那些 盲目的追捧 但是經過一輪的下跌 捱得到的 就當然捱了 捱不到的 就斬了 還有中央政府也不斷地處理一些 場外違規的孖展的相關活動 其實餘額已經跌到一萬億以下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即是去槓桿化 股市的上升 其實很多時候 後一個階段會夾襲投機炒賣 這個從來沒有法子改變的事實 但問題 夾襲投機性的炒賣 其實是市場傳統的習慣 不過早前的A股的上升 不單止是這一點 還有很多場外的散營基金 包括一些銀行 券商和信託公司組成的 一些貸款機構 一百萬的錢可以借到一千萬八百萬 買什麼股票都可以 老實說中央的風險也不用我多說 一個停板 已經全部輸了 兩個停板已經入獄了 到最後不用說了 市跌了二千多點 誰知兩個停板 即是在高台用孖展大手去買貨的人 全部要虧損 如果看護心兩地的總市值 由七十多萬億跌到四十多萬億 是蒸發了二十多萬億 有些人就說 他本身就是 三十多四十萬億 這個我沒有意見 我是同意的 但問題就是 你三十多萬億 四十多萬億 你升到五十多六十多 七十多萬億 中間的財富是增長了 不是每個人都在低位入市 有很多是三千多四千多甚至乎 去到五千點才撲下去 一撲下去來大跌 自己本身的積蓄已經沒有了 可能還要負債累累 最慘的是一些 比較中層的企業家 生意難做 A股又來到這麼漂亮 不如撥些錢去買 不要緊的 以前沒有融資的話 你拿一百萬就買一百萬股票 但現在有融資有融券 你可以做孖展 你一放大 以幾倍來買的話 風險大到是難以想像的 可能一些做生意的資金 本來在商場上滾動的話 經過這次股市的下跌 其實都已經是輸了 不僅還要負債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殺傷力 不只是股票跌這麼簡單 我認為如果這次的市跌 或者這麼說 沒有融資相關的 不准做孖展 有多少就買多少 市都是升 不會升到五千多 可能是三千多點 已經是沒有力量的 因為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怎麼猜得這麼高 之後又算跌 跌到兩千多點 你就殺傷力 但不是這麼厲害 現在這一分鐘 一切都定局 也追不回頭 加上 中正監 早前一個人可以開二十個戶口 老實說 要不要去到這麼盡 如果一個人開戶口 不多於五個 投機 還可以稍為爛爛爛 但一個人可以開二十個戶口 根本就是 鼓勵炒風 容許炒風 這種做法 人們有什麼法子不瘋狂 無論如何都好 這些已經過去了 現在正在收集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A股應該可以跟你說 漸漸走出了逐尋底的格局 但是不是真的會發展一個新的升浪 我看暫時沒有條件 可能中央政府是希望整個A股 穩定下來 斷定下來 但以現在的經濟部份 以企業的盈利條件 根本上是不足以發展一個大型的升浪 只是經過2328點的下跌 暫時來說 是有幾百點 就是細幅度的反彈 從一個技術上來說 第一個阻力位 我覺得應該是3373點 這是什麼指數 記得由 6月12日的高位 5178點的下跌 一直衝著下 最終去到3373點 7月9日的低位 才止步 接著中央政府有維穩的部隊 有戶盤的基金出來 券商的合作 一條氣就反彈上去 4184點 4184 這個也是 去到7月24日的高位 即是說 3373點 是整個跌浪的 第一個技術上的低位 如果指數能夠翻上3373以上 最低限度 技術上已經擺脫了 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往後會不會再低一點 這是下回分解 最低限度 整個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已經是暫時告一段落 現在也是在等 嚴格來說 一天的上正指數 不能夠翻上3373點以上 只是技術上的整固 未算是真真正正的反彈市力 這是很老實說 有數得計 跌了二千幾點 反彈幾百點 這個是很小的 就算你反彈六七八點 都只不過是技術上反彈 跌幅 大概是四分一左右 無論怎樣都好 交投的動力是比較少的 即是說 暫時的市況 就算反彈 我都將它定位為 有波幅 沒有升幅 有反彈 不過就沒有大升 謝謝郭Sir 清晰 謝謝你 和你做申報 提及股份 或者支數的相關資產 有沒有持有 沒有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 跟進大使分明的 註生情況 這次時間 先講一下 不要緊張